早上走完翠峰環湖步道 中午过后我们接着来走这个剑琴怀骨步道 在停车场的对面有一个新建的引道 这样就不用走在公路上 跟车子强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剑琴古道地名的由来乃是山区午后 常因地形和气候的关系形成溃粒的云海 有时会九线白茫茫的无礼物 反而涌起渴望剑琴的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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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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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剑琴古道全长900公尺 来回走一趟大概要一小时 原来以为是走不停的古道 没想到就这么短的一段路 有这么多的景可以看 让我有惊艳到 算是嬉皮脂很高的一条路线